放在床上正在充電的行動電源 不斷的冒煙 棉被被燒出一個大洞 整顆行動電源已經燒得變黑 在一旁睡覺的孩子嚎啕大哭 我是充行動電源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小孩就睡在旁邊 然後我就陪他睡覺 結果我突然間30分鐘 我記得看一下時間 他就有火花起來了 然後我是被他那個火花 嚇到跟餵到 然後我就先用手把他拍滅 但是他有點難拍滅 所以我就先把我兒子抱出去了 然後他一下子咽其實就蠻大了 回想事發當下 媽媽的還是心有餘悸 只說真的是福大命大 如果當時洗澡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有一天逛夜市的時候買的 所以我後來有去查 但是我查不出來是什麼牌子 但我覺得應該是大陸的牌子 對好險那時候我沒有去洗澡 就是沒有 因為我通常都會把他放在房間 我就在外面做自己的事情了 對好險我在旁邊睡覺 出面還原事發經過 汪小姐說驚險過程 但好端端的行動電源 怎麼會突然起火 首先BSMI他會去檢查你的行動電源的容量 是不是有任何的誤導或是標示不足 因為很常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他號稱他一萬毫安培 那實際上他裡面用的可能連一半都不到 那BSMI在這個地方就會先幫你做基本的法官 那再來就是符合台灣的使用環境 包括電壓 然後包括你裡面用的材料 他也會實際去做一些測試 去跑一些壓力的測試 讓你比較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這個東西 因為是有透過台灣國家的機構去做一個本地的相容性的測試 所以這個還是請大家無必要選購這個台灣BSMI認真的 很容易發現那個異常的高溫 不管是你放在包包裡 或是拿在手上 只要那個溫度超出 一般人體可接受的話是45度 超過這個溫度的話 你一摸起來你就會覺得很燙的時候 那個時候絕對馬上停止使用 專家提醒 民眾在挑選行動電源時 一定要挑選有合格認證的 也要正確使用 避免發生憾事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